现在美国的通膨降温市场预期 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濒临一个转折点 它的紧缩的步调已经接近尾声 今年顶多在七月升行一马 甚至有可能会提前掉头降息 同时联准会内部的人事变化 其实也透露了一些端倪 我们来看到有英王之称的 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总裁 他叫做布拉德 现在无预警的宣布辞职 从八月中开始 他会转任普渡大学的商学院院长 那今年虽然布拉德 他在整个联准会的决策会议当中 没有投票权 但是其实他的强硬升息 或是打通膨的言论 都还是非常具有影响力 现在突然说要辞职 其实也引发市场 对于联准会内部势力改变 还有政策转向的猜测 现在布拉德推出的联准会 剩下的就是英后支撑的 克里夫兰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梅斯特 他要独称大局 最近梅斯特就跟其他的鹰派官员 平平的出来放话 希望说接下来还是有必要 要进一步升息 联准会理事沃勒更明确表示 今年来还必须再升息两码 接着我们就要看到 美国企业第二季的财报季 在今天是由银行股揭开序幕 整个高利率的环境之下 预料美国企业整体获利会减幅 会明显的扩大 不过随着现在通膨降温 联准会准备要停止升息 到了下半年的表现 渴望出现明显的改善 我们看到过去几季美国企业的 获利表现可以看到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 这四季以来成长都是逐步的放缓 甚至在第四季还出现了萎缩 那今年的第一季的状况 虽然萎缩的程度没有这么的高 但是还是在负成长 代表美国企业已经连续两季 都是萎缩 已经变成是获利衰退 那根据第二季的表现 市场预估获利的减幅 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到 百分之七点二 如果这个成真的话 这会是2020年第二季 也就是美国为了防疫 大举封城以来最大的减幅 不过如果我们到了下半年 情况会出现转变 根据最新预测 第三季的获利就渴望终结 连续三季下滑的颓势 它会重返到正成长 而且在第四季的成长率 还会大幅上升到接近百分之八 那这样对于美股而言 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可望反正 我们谈完整体的获利表现 接着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看 美国各大产业在第二季的获利 到底会出现怎么样的转变呢 在美股标普五百指数 十一大的类股当中 其中有四个类股 在第二季的获利会出现下滑 而且下滑的程度都很大 其中最惨的就是能源 我们来看到它的下滑程度 来到百分之四十八 再来是下降百分之三十一的原物料 其实程度也非常的大 这两个都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所带来的冲击 另外两个获利下滑的 像是有医疗保健的科技 还有资讯科技这些产业 其中的医疗保健产业下滑幅度 恐怕也会逼近到两成 那我们看完整体获利下滑的部分 我们接着要来看 预估它的获利会成长的七个类股 表现最好的就是 非必须的消费产业 第二季它渴望成长来到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至于其他产业则是只有 通讯服务它的成长率会超过一成 其他都是只有在个位数 不足以抵消我们刚刚看到的 四个产业获利大几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虽然这个有七大类股 它的获利都会出现成长 数量是比较多的 但是整体标普指数十一个产业当中 获利还是出现萎缩的状况